爆出這樣的事情 是因為就刻意操作 要讓中央不要在北市前 有社群各種 因為這個事情真的是 就真的是嚴重的啦 沒有這樣的 不可能有這樣的意圖或作為 武漢肺炎疫情不斷升溫 247名滯留在武漢的台商 終於在昨天大專機返回台灣 不過先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說溜嘴背部的台商隔離地點 接著說自己沒有惡意 但是市長今天怎麼都沒有公開行程 是不是躲起來逼逼風頭了 反而派副市長黃珊珊出面受訪 似乎是想滅火 因為疫情的部分 不是每個細節都市長都可以掌握得清楚 所以由我來統一 因為我是負責開會的人 我也是負責所有統籌相關資訊的人 就由我來統一回答會比較精準 不過第一波從武漢回來的台商 目前確實沒有在台北市隔離 網友們都覺得 柯市長大嘴巴的目的成功了 這您怎麼看呢 我們的什麼目的 就是成功不讓隔離的場所放在台北市 這是第一波而已 如果還有接下來的撤回的不可能 我們所有的地方中央的調配 要在台北市我們也會配合 因為這個事情真的是 真的是嚴重了啦 沒有這樣的 不可能有這樣的意圖或作為 面對疫情來時洶洶 勞動部也祭出14天的防疫照顧假 讓家長們可以運用 不過這防疫照顧假是不是能給薪水 大家都很關心 中央訂的這個防疫照顧假 就是在我們本身的相關 公務人員的請假規則裡面 是沒有這個名稱的 只能是用現行的叫做家庭照顧假 那家庭照顧假的部分 是一年有七天的額度 那就算它兩個禮拜有七天額度 這七天會給薪 另外七天是沒有這個名稱的情況下 在現行的規定下 我們是不能給薪的 所以必須要中央的人事總處 給我們相關的指定 我們才可以處理 現在全台民眾都在封牆口罩 昨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已宣布 從中四起改實名制販賣 但每人每七天現買兩片 台北市這次也難得同意中央的做法 所以我們很高興中央做了這樣的處理 因為你既然已經徵用 都已經沒有辦法取得 其他的貨源的情況下 如果又讓大家是變成個品本事的話 其實它會造成更大的恐慌 等於2018年 鼓鼓鼓鼓鼓鼓鼓勵 電線